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鬼和仙是一伙的 他们在算计人类 上古时随人取火 有朝住屋 人类还尚未脱离 蒙昧落后的原始生活 某部落里有兄弟二人 每天跟随人们出去采摘捕猎 这天兄弟中的弟弟 被野兽扯下头颅 只留下躯干 暴食荒野 这一世的人 对于生死观念淡薄 没有人去管那具尸体 众人狩猎结束 纷纷回家 而兄弟中的哥哥 此时却停下身子 看着死去的兄弟 心里莫名多出一丝 从未有过的复杂情绪 他轻轻喊了一声 归 部落首领总会喊这个字 意思是让狩猎的人们结束归来 可尸体并没有起来和他回家 还是一动不动 哥哥心中情绪更甚 他这一刻忽然有些懂得生与死的概念 弟弟死了 他再也无法和自己一起狩猎 一起吃饭 哥哥转身离开 刚走两步 又回过头 不甘心地说离个字 归 没人回应 临近傍晚 部落聚在一起 用火烤着今天的食物 起初没人发现 多了一个不该存在的东西 那个东西正是死去的弟弟 他捧着自己的脑袋 和众人一样一口口吃着食物 部落众人终于发现不对劲 面面相去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见多了死人 但没见过谁还能回来 哥哥问他 你已经死了 为何还能吃下食物 弟弟拿着脑袋又晃又笑 人啊 是你创造了我 你的心里不相信我死去 所以我就出现了 部落众人虽靠近篝火 可所有人遍体声寒 近视的双手也开始颤抖 一种名为恐惧的东西 弥漫在人堆中 有孩童忍不住问首领 脑袋掉了 也可以吃肉骂 人们再也忍不住内心恐惧 炸锅一样散开 人们不怕猛兽 但看着眼前这个东西 身体本能地想要逃离 有人惊慌 他和我们人不一样 他不是人类 有人大喊 这是什么 哥哥只记得 今天对弟弟尸体说的那个字 此时大脑浑浑噩噩般喊着 龟 他是龟 其他人吼道 够了 不要再说了 我们人原来害怕龟 弟弟抱起脑袋狂笑不止 人啊 你们怕我啊 以后龟会越来越多 我们永远存在 那之后 龟这个东西诞生于时间 从此 人类互相告诫 一定要小心 不要遇见龟 但龟是回来的意思 人们总觉得 生活中经常说这个字不太好 于是改变声调 把龟这个字 用低沉诡异的声音说出 再后来 苍结造字 鬼字出现 这种让人害怕的东西终于有了名字 后世东汉 说文解字 终记载 鬼者 归也 电脑前 我收起思绪 消化着第一幅壁画所记载的内容 我叫林衍 考古研究员 半年前跟随团队发现这处壁画 画上人物栩栩如生 并掺杂着上古文字 壁画共三幅 出土后 举世震惊 经检测 约有五千年历史 这是比夏朝还要久远的年代 炎黄时期 半年来 整个考古界顶级专家都在解析这几幅画的内容 然而 得到的结果 让人不敢相信 因为壁画显示 鬼竟然有可能是存在的 我们团队所有人员 都有着三幅壁画的备份与注视 目前 研究院已经解析出两幅 至于最重要的第三幅画 我们所有人都在思考其中秘密 第一幅画很显然 鬼的来历 源自第一个死者归来 它便是鬼 但现在毕竟是讲科学唯物的年代 这个唯新主义的壁画 让所有研究人员很是头疼 壁画的研究价值正在于此 如果证实是其内容真的 那么整个世界观都将翻天覆地 沉思片刻 我打开第二幅壁画的图片 壁画记载 自鬼出现后 人类饱受恐惧 因为害怕鬼 所以大多人连家门也不敢出 关于鬼的传言也越来越多 有人说 鬼比猛虎还要凶 有人说 鬼比豹子还要快 更有人说 鬼像鸟一样可以飞 因为到了晚上 那人睁开眼睛 发现鬼就飞在自己的头上 这个时期 人鬼共存 而兄弟二人中的哥哥 似乎一向比其他人会多考虑一些事 他当时眼见 自己弟弟的尸体躺在地上 然后变成鬼 他想了很久 找到部落首领说 再有人死的话 不如我们把他埋在地下 大地也许会阻挡他们 首领觉得有道理 当天便依照哥哥说的做 果然 鬼的数量少了很多 于是 人们定下规矩 死者 一定要埋在土里 防止鬼来 可这世上 依然有鬼存在 人们只好寻找 对付鬼的办法 人们觉得 天地广阔无边 孕育了所有生灵 那么 天和地 一定是最厉害的 这天 部落所有人 把采摘的果子和猎物 摆放在一起 对天地祈祷 首领说道 天和地啊 我们人把这些都献给你 请帮我们对付鬼吧 话音刚落 一个人从天上 缓缓飞下 停在人们的上空 你是谁 众人问道 他回答 人啊 我叫献 来帮助你们对付鬼 你要怎么帮 献说 人啊 把你们的相信 献给我 相信越多 我就越厉害 就可以帮助你们 把鬼驱赶 人们纷纷喊道 好 我的相信给你 献的身上 忽然爆发出耀眼光芒 人们发现 部落里的鬼 都不见了 人啊 以后只要想找我 就献出自己的东西 献便会出现 人们欢呼雀跃 感谢着献 入迷般相信着献 只有一人面色如常 就是那个哥哥 他并没有把相信交给献 而是留在自己身上 因为他刚才忽然察觉到 诡异的地方 那个献 相貌居然很像自己那个 变成鬼的弟弟 鬼和献 怎么会如此相像 从此 哥哥心里诞生了怀疑 怀疑线 也怀疑鬼 后来当苍结造字时 问起当时在场的哥哥 线是什么样子 哥哥说 线和人类没什么不一样 但是它能飞得很高 当时它比树上的鸟窝还高 它走时 飞得比山还高 苍结点点头 想了一会儿 刻下一个字 仙 人们有了仙 从此没那么害怕鬼 再后来 人们发现 仙不仅可以驱赶鬼 只要自己愿意献出代价 那么仙就可以出现 帮他实现愿望 有人和仙说 仙啊 我不愿每天狩猎 请赐予我吃不完的食物 仙说 把你的勤劳献给我 以后每天都有食物出现在你家门口 那人献出勤劳 果然有吃不完的食物 但仙没告诉他 人失去了勤劳 就会诞生懒惰 人有了懒惰 连一步路也不想走 吃饭张嘴也嫌弃费事 所以那个人很快就饿死在家中 哪怕家门口 就放着果子与肉食 那位不愿意献出相信的哥哥 依然每天出门采摘不列 仙不止一次找过他说 人啊 只要你献出相信 就不会这么辛苦 也不用怕鬼 为什么不把相信给我呢 哥哥对仙说 仙啊 正因为我把相信留给自己 所以我现在比大部分人都有勇气 就算没有你 我也已经不再那么害怕鬼 仙继续引诱着 可你每天要冒着死亡的危险去狩猎 相信我 你就有源源不断的猎物 哥哥说 不 人有了勇气 相信自己 就会有属于自己的力量 不再需要先的帮助 说完 哥哥把手掌张开 露出手心里的几粒种子 你看 这是种子 我们把它埋在大地下 经历日晒雨淋 就会有食物出现 我们不再需要与猛兽搏斗 仙大惊失色 你还有了智慧 哥哥说 原来我心里的这种东西 叫智慧吗 怪不得 我们人类中 每个有智慧的人 都在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仙盯着他看了许久 长谈一声走了 因为仙知道 人有了智慧 便很难再相信仙 而那个哥哥 联合了许多不愿意相信仙的人 他们有的拥有智慧 有的则是勤劳 有的是勇敢等等之类 让自身更好的品质 这些都是相信自己的奖励品 这些人集中在一起 成立新的部落 叫做有熊部落 他们推举哥哥为部落首领 首领要有名字 可哥哥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没有名字 哥哥苦恼半天 终于想到了 他问旁边的人 这个地方是哪里 旁边众人回答他 轩辕之秋 哥哥点点头 那我的名字就叫做 轩辕 我在电脑上 关闭第二幅壁画的图片 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哪怕这幅画我看了不止一遍 但此刻还是眼眶有些湿润 内心久久不能平复 那位部落的忙动少年 居然就是后世被称为 人文之祖的轩辕皇帝 他创造了第一只鬼 也见证了第一个仙 记得当时研究院在解析第二幅壁画时 我们的老师吴教授 正好翻译出轩辕和仙 关于相信的对话 吴教授当场连连叫好 有了这两幅壁画的铺垫 那最重要的第三幅画 则是更加令人好奇 每个人都想知道 后面发生了什么 人鬼仙的纠葛如何发展 其实第三幅画 我们前半段解析的已经差不多 根据画面和一些文字分析 第三幅前半段描写的是《炎黄奇缘》 我再次打开第三幅壁画 同时从书柜里取出研究资料 资料是各个教授学者分工翻译 由我们辅助的 所以我这里记录了目前学者们的分析成果 我又拿出纸笔 按照资料内容 自己开始续写第三幅壁画前半段的故事 反正也不是正式研究 就全当是工作之余的先去 我看着第三幅壁画 笔尖落在纸上 写下轩缘之后的故事 轩缘带领部落开启农耕 人们手里的工具从毛和剑 逐步换成了雷鱼寺 轩缘的名声越传越远 很快就由多个部落前来投靠他 有西陵士奇女子雷祖 他带来纺织技术 让人们养残之一 保暖避寒 由须目施立目 须感家畜而来 他说 人类把动物圈养起来 就可以安全地吃到肉食 最令轩缘惊喜的是苍结 他根据天敌万物的形状 创造了蚊子 轩缘看着第一批蚊子 感叹 从此 人类文明不决已 部落的人数逐年增加 土地也越来越多 直到遇见另一个大部落 江石部落 两部落因土地问题发生冲突 但两位首领都是有大智慧的人 他们不愿发生战争 于是相约和平解决 江石部落的首领名为江岩 他把轩缘约到一座山上 轩缘赶到时 发现江岩在丛林里到处行走 偶尔摘下一片草叶放入口中 轩缘不解地问道 你在做什么 江岩见到他走过来 微笑道 我在尝试摆草 也许 有些草药可以给人治病 轩缘钦佩顿生 你真是了不起 人类吃了穀物和肉类 经历风吹雨淋 生病是无法避免的 你居然有办法 江岩叹了一口气 你应该知道 自从仙出现后 有的人生病 就会向仙求助吧 轩缘点头道 是的 虽然我们部落没人相信仙 但听说仙可以治病 江岩苦笑着说 人被仙骗了 接着 江岩给轩缘讲述 发生在他们部落的事 江氏部落中 本来也都不相信仙 但慢慢地 有人受不了病痛 便和仙说 究竟如何才能治病 仙说 人啊 你把自己向上的精神献给我 我就可以让你变成乌 乌雾虽然看着不如人类 但却有诗云不语 摆脱疾病等各种能力 仙说 太好了 我要变成乌 但是请问仙 人类向上的精神是什么 先说 是属于人独有的自强 人说 好 拿走我的自强 以后我是乌 不需要这个 仙媒告诉他 人没有自强和向上的精神 只会越来越弱 此生再没半点进步 先把他变成乌 临走时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帮助我 让你们部落更多人成为乌 那个人说 我叫吃油 我现在就回去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于是 吃油带领很多人选择了乌 轩媛坐在土地上 听江言讲完这段事 江言握紧拳头说 我一定要靠自己寻找摆脱疾病的方法 乌的能力再大 也不属于自己 轩媛朗声道 是啊 人虽生于莫威 但正是因为自强 所以取火驻乌 耕地之一 我们人所拥有的力量和智慧越来越多 二人相识一笑 虽是第一次见面 但轩媛和江言聊得十分投机 简直就是知己兄弟 他们俩定下 回去后就将部落合并 集合两个部落的创造力 人类的生活环境会更加向上 新的部落诞生了 人们为了感谢两位首领 尊长百草的江言为炎帝 尊土德之位的轩媛为皇帝 从此 人类真正进入新的文明时代 炎黄 我放下钢笔 仔细阅读着刚刚自己写出来的故事 从壁画内容 还有得到的翻译资料看 我这段故事 应该是大差不差 但之后的事 就不是我所能翻译出来的 我只能尽自己一份力 竹子研究 等待着第三幅壁画后 半段出来哪天 一晃 已是两个月多过去 临近春节 就在今天 老师吴教授和多位学者 召开研讨会 因为第三幅画的全部内容 终于翻译出来 大会一时内 坐满了考古界各个人员 我们这些年轻人坐在后排 而台上放着第三幅壁画的照片 前半段其实之前我们都翻译的差不多 所以今天主要内容便是后半段 简单介绍过后 吴教授开始给众人讲起 炎黄壁画最终的故事 炎黄部落养牧旭 做农耕 过着平静的生活 这天 皇帝看着圈养的家畜 对炎帝说 你看 家畜平时可以帮我们干活 而他们的肉 我们可以吃 就连皮毛和骨头 对我们也有用 炎帝一正 反问道 你想说什么 皇帝抬头看向远方 轻声道 我总觉得鬼和仙 没那么简单 他们像是一伙的 从人类这里 拿走无数好东西 就像我们人类 对待家畜那样 炎帝肯定道 我也察觉到了 我们人类 本可以更好的发展 可是很多人 都把自己的品格 和精神先给先 现在先越加强大 皇帝也说 是啊 而且鬼依然肆虐人间 我怀疑 归所图谋的 是人类的恐惧与寿命 两人面色沉重 他们都在思考 对付鬼和仙的办法 炎黄没想到 鬼仙已经派池油带领巫族 先发动了对炎黄部落的战争 鬼和仙找到池油 对他说 炎黄的人不再恐惧我们 也不再相信我们 你带着巫族杀掉炎黄 让剩下的人全部归属鬼和仙 巫族不仅能力来自仙 他们还害怕鬼 所以池油只能答应 巫族进攻炎黄部落 人类虽然有智慧 懂得排兵布阵 善用工具 但巫族却可呼风唤雨 这就不是人类所能抵挡的 巫族把炎黄部落围起来 在部落那片地方整日下雨 大雨让河水上岸 冲垮房屋 卷走人类与家畜 雨水打湿人的身体 许多人都染上疾病 水来土掩 皇帝带头挑土 和众人修建防水堤坝 加紧熬药 把汤药为病人喝下去 炎帝背着一袋子草药焦急道 可没人回应他 所有人都在沉默 还等什么 炎帝问道 旁边的人忽然嚎啕大哭 炎帝 现在天地间都是雨水 我们无法生活 炎帝一阵恍惚 差点晕倒 他这才想起来 生活都做不到 人们连吃饭熬药 更是妄想 炎帝看着身边悲惨的族人 流下眼泪混在雨水之间 有人绝望道 难道人类就要灭绝吗 炎帝吼道 保持希望 只要人还有希望 就没有绝路 炎帝孤主一掷 捡起地上的原木 又拿起一根尖利的木枝 把木枝放在双手掌心中 对着原木用力摩擦 人们都愣住了 木头被打湿 怎么可能钻木取火 果然 炎帝把手磨破 也没有见到一丁点火星子 炎帝没有说话 换下一根木头 继续如此 先出现了 他飞在空中看着一切 此时他已不再掩饰 不顾形象的疯狂大笑 人啊 看看你们的炎帝在雨水中钻木取火 炎帝只是淡淡地回应 鬼和仙都可以 源于相信在人心中诞生 那么我相信我能生出火 也不是不可能 仙被这话堵得一时说不出话 半晌后 气急败坏说道 你看看谁会信你 我信 皇帝大步走过来 他来到炎帝身边 拿起木头 同样钻木起来 仙有些害怕 人啊 我们可以谈谈 只要你们把相信和自强献给我 我保证你们可以拥有巫族的能力 并保留人类的身份 以后吃什么用什么都取之不尽 没人回应先 其他人受到炎黄的鼓舞 也都拿起木头 飘泡大雨中 人族钻木取火 鬼这时也来了 他争吟道 人啊 你们不答应 那我以后便日夜缠着人族 哪怕你们的后代 我也要让他们感受恐惧 炎黄二人此刻全神贯注地摩擦着木枝 不再去管鬼和仙说什么 哪怕此时二人双手已经鲜血淋漓 炎帝问皇帝 你还记得碎人士第一次钻木取火后 人类拥有了什么吗 皇帝说 我记得是希望 碎人士带给人类希望 炎帝坚定地说道 我们拥有希望 相信和自强 所以人族不会在今天断绝 就在这压抑沉闷的灰蒙色调中 忽然一个亮眼的红点出现在所有人眼里 那是火种 有火 哼 下一刻 那一点小火种瞬间燃起 燃在大雨里 燃在天地间 炎黄起身大笑 发出震动仙鬼的洪亮声音 痛快到 人族自强 声声不息 皇帝左手指鬼 右手指仙 鬼和仙 我们炎黄带领人族 正式与你们开战 吴教授讲到此处 再也忍不住 摘下眼睛擦拭眼角泪水 他深吸一口气 嘴唇颤抖着说 诸位请原谅我插一句题外话 我想说 人啊 真是太伟大了 向这些不屈不挠的人族祖先致敬 有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 带头鼓掌 全场所有人都不仅为人族 与中取火的场景所出动 戴得安静下来后 吴教授戴上眼镜 指着壁画道 三幅壁画的内容 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不过后面还有一小段 我来给大家讲完 炎黄凭着自强不息的力量 打败了巫族 而下一个目标 则是鬼和仙 炎帝对皇帝说 我们的干戈与弓箭对鬼和仙无效 我们的拳头也打不到他们身上 皇帝认同他的说法 认真道 所以我要打造一把武器 可以消灭鬼仙的武器 轩原 你要如何造出这种武器呢 皇帝回答 目前还不知道 所以我想走出部落 在外寻访 或许可以找到 打造这种武器的办法 炎帝沉思许久 同意皇帝的做法 那你保重 在外面要小心 第二天 皇帝收拾包袱 踏上旅途 临走时 炎帝问他 你想要的那种武器是什么样子 有名字吗 皇帝说 就铸成剑行吧 至于名字嘛 叫做轩原剑 等轩原剑铸成 我会把它留在部落 一代代传下去 这样 我们的后代 假如遇到鬼和仙 也不用怕了 壁画的最后 停留在炎帝 相送皇帝的那一幕 我也听得称奇 轩原剑的名字 一般出现在小说 或影视剧 还有游戏中 此刻 却被知名的老教授 满脸认真的说出 倒是有点意思 吴教授作为讲解者 见众人有些意犹未尽 他清了清嗓子 对大家说 首先 感谢诸位 这大半年来的共同努力 我们才能这么快地破一壁画 看到五千年前的炎黄传 炎黄和鬼心的战争结果 壁画里并没有记录 不过我想 如果壁画内容属实 那么最终的结果 还是胜利的 毕竟若是失败 哪来的后事呢 有人不甘心地问吴教授 当时壁画发掘出来 就只有三幅吗 吴教授明确道 没错 只有三幅 其余物件 我们的考古人员还在发掘中 但最起码壁画 再没发现另一幅 一位老者发问 轩辕见了 话刚说完 他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其他人也都哄笑着附和打趣 是啊 这么个宝贝 我们可得找到 这可是对付鬼和仙的武器 吴教授摆摆手 所以 我打算再去一趟发掘地点 也许会有什么新发现 就算没有 就当去缅怀祖先也是好的 他旁边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说道 老吴啊 你这爱到处走的习惯一直没变 也好 你就帮我们再去哪里看看 反正那里有我们的发掘团队 也有个照应 接着 那位学者说道 这几幅壁画的内容 意义太过重大 现在老百姓都知道 发掘出三幅画 但不知道画的内容 所以 在壁画的安排决定出来前 大家还是要保守秘密 众人当即点头听从 一周后 吴教授带着我和另一个学生阿玲 前往发掘地点 我们乘坐飞机 火车 客车等不同交通工具 又乘坐船只渡过黄河 踏上那片黄土高原 发掘地就在这片黄土大地上 哪怕是现代 发掘地方圆百里 也是人烟稀少 只有少数村落 我们行走在路上 周围的风景和独特地貌 让我和阿玲赞叹不已 书本上是一回事 亲眼见到又是另一回事 吴教授像平时一样 脸上挂着乐呵呵的笑容 对我们讲述各种趋势 他指着脚下说 当年皇帝驻轩辕见 也许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北风带着黄土气息吹来 这一刻我仿佛看见皇帝 他质朴沧桑迎面而来 吴教授打断了我的感慨 走吧二位 咱们离目的地不远了 我善笑两声 加快脚步 走了没一会儿 我们忽然听到前方缓坡后面 有嘈杂的声音传来 吴教授皱起眉头说 走去看看 跨过缓坡 我们发现 有一群人在那里推操叫骂 看穿衣打扮 应该都是附近村落的人 细看之下 原来是一男一女 两个年轻人在和那群人对峙 我和阿玲担心教授年纪大 不想节外生枝 于是小声道 老师 要不咱别管这闲事了 吴教授挥挥手 有时候管闲事 或者能帮助别人呢 我和阿玲怕教授有事 赶忙跟上 那群人围着男女两个年轻人 他俩像是情侣 男人把女人护在身后 那群人围守的老头 指着情侣痛骂道 你们两个兔崽子 按照村里规矩 今年轮到小凤去侍奉鬼仙 阿龙 你凭什么拦着我们 鬼 听到这个字眼 吴教授连忙凑过去 大家有话好说 可憋起了争端 打起来可是犯法的 老头白了吴教授一眼 你谁呀 关你屁事 吴教授也不恼 看样子 他走南闯北 见过太多这种人 他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们这里 不是有个新出的发掘地吗 我就是负责那里的考古教授 他掏出证件晃了晃 盯着老头说道 不远处 有我们几十个同事 要不我把他们叫过来 还是说 我现在给你们当地的官老爷 打个电话 过来管管你们 老头见吴教授如此说 一时被吓住 面色也软了下来 吴教授面带微笑 所以嘛 有事说是 我问你 为什么要和这两个孩子过不去 随后 老头和那对情侣 各自开口 降述来龙去脉 原来这个村子有习俗 每五年都要选一名村里女子 派去村后的鬼仙洞 侍奉鬼仙 这样可以保佑全村的平安 而那对情侣 虽是村里出生 但一直在外上大学 今年回家过年 硬是被村里留下来 说要把小凤献给鬼仙 这是多年前就定好的 由不得他们做主 阿龙和小凤两人都是念过书的 哪里会同意 因为他们知道 送去鬼仙洞的女人 出来后要么大病缠身 要么精神失常 据说还有死在洞里的 听到这里 我气愤到 什么破习俗 你们这是把人当供品用 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有人口气不善对我说 说话注意点 你敢侮辱我们的传统习俗 我呸了一口 这也算传统 好的传统 你们怎么不学 为首老头 对我可就没有对吴教授那么客气 他指着我的脑袋说 小崽子 你是真没见过鬼仙啊 对鬼仙不尊重 他今晚就来要你的命 我忽然想到壁画内容 人过于迷信仙 所以害怕鬼 想到这 我冷冷说道 哪来的什么鬼仙 咬我看 你们心里的封建迷信 就是最大的鬼 说得好 阿龙小凤对我竖起大拇指 老头冷眼看我 我知道 你们这些人都讲什么科学 可我告诉你 鬼仙真实存在 我们不止一人见过 吴教授出来打圆场 好了 无论有没有鬼仙 最起码你们不要为难这对情侣 你们的行为说的严重点 简直是非法拘禁 绑架他人 有人面色不愤道 说得容易 没有女人去侍奉鬼仙 遭殃的还不是我们 吴教授大手一挥 鬼仙动在哪 你们可以带我去看看 如果我无事发生就代表 这鬼仙是个只老虎 你们以后也不用再怕他 为首老头听他这么说 露出玩味的笑容 阴阳怪祈祷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 总觉得自己是正确的 对鬼仙毫无敬畏 我说过 我们村部只一人见过鬼仙 既然您这个大教授 这么想见识见识 那我们就带你去 我见老头说得如此肯定 有些担忧地对吴教授说 老师 那鬼仙动不会真有问题吧 要不您还是 吴教授摇摇头 打断我的话 有没有问题 也要去看过才知道 实事求是 当下 一行人回身往村庄后山走去 路上 阿龙小凤这对情侣 不停地向我们表示感谢 我对吴教授说 老师 发掘地点的同事 还在那等着您呢 要不咱们 让警察来处理 吴教授淡然自若地走着 他对我们说 不用 我们且去看看 就这么走着 没一会儿 我们来到了鬼仙洞 洞口位于黄土坡之下 往里看去 幽暗不见底 似乎通往地下 为首老头冷笑着 你们赶进去吗 先说好 死在里面 我们可不负责任 吴教授站在洞口 轻蔑地看了一眼 随后对他们说 好 不过等我们出来后 你们把这个陋西飞除 再也不要把人当作 共品送进去 老头撇撇嘴 没放在心上 吴教授率先走进去 我和阿灵快步跟上 阿龙和小凤跟在后面 我问他俩 你们不怕 小凤轻咬嘴唇 犹豫着说 虽然知道鬼是假的 但从小村里 对这个洞传的就很邪乎 他停顿一下 我不怕 我也想知道洞里有什么古怪 阿龙握紧他的手安慰道 放心 我会一直陪着你 我们已经走了十几分钟 但却还没看到尽头 在这如同黑洞一般的地方 我们随身携带的手电筒 光亮越来越微小 我越往前走 心跳得越快 这是人身体抵触 黑暗的本能反应 咦 哪里有哭声 小凤忽然不安地说着 阿龙也说 好像我也听到了 不是哭声 是笑声 可是我什么也没听到 我急忙转身问他俩 你们确定不是幻听 他俩互相看一眼 摇摇头 我们也不确定 这时阿龙脸色不自然地说道 我 我好像也听到了 我的心跳加速 刚想问明白 却惊恐发现 我也听到了声音 哭声夹杂着笑声 前面 前面有个白色人影 阿龙小凤指着前方停下脚步 白色人影 可我看到的却不一样 是无头尸体 我在这一刻也蒙了 相信自己 你们所见 皆为虚妄 吴教授一声大喝 打断我们恐惧的思绪 再静下心一看 那还有什么人影和声音 吴教授沉声说 你们这几个孩子 从进洞之前 心里就被种下暗示 进洞后 心里的暗示被黑暗放大 心里的鬼也就出现了 我惭愧道 我明白了老师 使我们互相传递恐惧 才会每个人都见到不同的鬼 吴教授说 这样吧 我给你们讲皇帝铸剑的故事 就当是分散你们的紧张感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 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话说皇帝渡过黄河 行走数月 来到黑暗之渊 黑暗之渊什么都没有 只有永恒的黑暗 但是 人如果能走过黑暗 就可以到达目标之地 皇帝踏进黑暗 瞬间眼前一片漆黑 天地万物都消失不见 这一刻 皇帝有些躊躇不前 但还是下定决心走下去 他什么也看不见 只能通过感觉 一步步往前走 这时 他忽然感觉 有人碰了自己一下 是谁 皇帝紧张道 四面八方传来无数声音 咯咯咯 我们是鬼 人啊 这里是属于鬼的家 你来到这里 我们会慢慢 把你折磨至死 皇帝吼道 我不怕你们 鬼宁笑着说 怕不怕 不是你说了算 在黑暗里 你待得越久 就越怕 这就是我们鬼送给你的折磨 皇帝只能在黑暗中不停行走着 不知时间 他没走一段路 心里的勇气和信念 就会消磨一分 黑暗和鬼的恐惧感 则是上涨一分 这条黑暗之路 仿佛永无止境 皇帝怀疑 自己会不会死在这里 就在皇帝即将支撑不住时 所有的鬼都围过来 等待着皇帝倒下 不对 皇帝忽然想起什么 什么不对 鬼疑惑着问道 人为什么要害怕鬼呢 皇帝反问 鬼有些说不出话 他们生气道 人怕鬼是注定的 我们是最为恐怖的东西 我们能杀了人类 皇帝大笑道 哈哈哈哈 别做梦了 你们无法杀人 只能利用黑暗和恐惧 来引导人类自己死去 你们只是一群 躲在黑暗里的可怜虫罢了 诸侯 鬼急切地让皇帝不要再说了 皇帝提高声调 继续说 我刚刚才意识到 黑暗只是一种自然现象 人无需害怕黑暗 至于你们 你们来源于人心里的相信与恐惧 所以当我不再怕你们时 我就知道了对付你们的秘密 不好 我们快逃 鬼嚎叫着 准备逃跑 皇帝开口说出两个字 不信 不信 是对付鬼最好的力量 这里所有的鬼都逐渐化为虚无 皇帝大步迈出 顿感天地变色 他发现自己 站在踏入黑暗之渊之前的地方 皇帝懂了 从来就没有黑暗之渊 皇帝走出黑暗 我们也穿过黑暗 来到鬼仙洞的尽头 尽头那里 摆放着一座 争鸣非人的鬼仙雕像 我当是什么啊 原来就是这破玩意 阿灵走过去 随手一推 雕像摔在地上 咔嚓 四分五裂 我拿着袋子 把随块包起来 我要让外面那些人看看 供奉的鬼仙 不过十块烂石头 就在我们即将走出洞口时 吴教授说 皇帝铸剑的故事还没结束 他越过黑暗之渊 终于来到迷信石之地 这里有块世界上最大的石头 和山一样高 据传 这是仙的家 先把人对仙的迷信 都存放在这里 形成一块巨大的石头 铸鲜原剑的材料 就是要打破石头 取出最里面的那块 皇帝看着空空如也的双手 欲哭无泪 这要怎么砸 皇帝试探着 拿拳头敲去 石头纹丝不动 一筹莫展之际 皇帝发现身后有人来了 转身发现是个女人 女人手里拿着锤子说 谢谢带给人类希望 我们想报答你 说完 他身后又走来几个男人和老者 然后 身后的人越来越多 女人 男人 老人 小孩 都是皇帝在一路上曾经帮助过的人 皇帝感动道 你们 是怎么知道我在这 不止他们 所有人都来了 你看 高昂的声音响起 严帝走来 他身后 跟着浩浩荡荡 数不清的人 人族几乎都在这里 严帝 你也来了 还带了这么多人 皇帝惊喜道 皇帝看着前来的每个人 无比自豪地哽咽道 我一个人无法打破迷信石 但是我们人族集中在一起 就可以打破 人族纷纷向石头冲过去 各自拿着工具狠狠砸下 片刻功夫 这座比山还高的迷信石 变为满地碎块 当我把碎块扔在村民脚下时 他们难以置信道 不可能 鬼仙居然被你们砸碎 而你们安全无恙 我摇摇头 这些人啊 鬼仙都没了 他们还是把迷信留在洞里 吴教授说道 就像故事结尾所说 想打破迷信 不是一人两人的事 他们接下来是 继续相信鬼仙 还是把相信留给自己 关键还是看自己的选择 阿龙小凤当天下午就离开了这里 他们的大学和我们研究院 在同一城市 他们说 到了城里一定请我和阿龄去吃饭 穆松这一队走后 我悄悄地询问吴教授 老师 您讲述皇帝铸剑的故事 并不是壁画内容 我也没听过这些传说 难道是 吴教授得意一笑 没错 是我今天临时编的 我就说嘛 之后 我们来到了发掘地 这里仍停留着不少人 在进行后续发掘工作 但在这里待了几天后 吴教授并没有发现 轩辕剑的线索 不过吴教授看样子 倒是不怎么失落 他有一天问我 假如你是五千年前的皇帝 你想把一样东西保存到后世 该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 我当时没想出答案 春节来临 除夕夜 我回到老家 和家人共聚一堂 在我给吴教授发了拜年短信后 吴教授也回了我一条消息 他说 三幅壁画上 除了显示的内容之外 壁画两边还各有条 看不明白的线条 直到吴教授 把三幅壁画的照片拼在一起 细看之下才发现 线条组合成了剑形 原来 这就是轩辕剑的秘密 那晚 我做了一个梦 轩辕剑握在我的手中 而我眼前 是一个两百斤 长着猪头 身形像肥猪一样的恶鬼 甩着一条腐烂的尾巴 我拿着轩辕剑 指着猪头恶鬼说 我们很多人已经醒了过来 而且醒来的人 每天都在增加 当大部分的炎黄子孙 消除了对你这恶鬼的恐惧 我们就能斩鬼 不回华夏人的自由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